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两支未未开版的新股 分别为新兴装备 中旅国际 8月28日上市的新兴装备目前9个一字版 累计涨幅114.35% 公司细菌工领域高端装备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 自主创新的多项航空装备技术和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8月31日上市的中旅国际已收获6个涨停板 累计上涨61.17% 踢除未开版的新股 连涨天数较多的个股为广电电器7天 瑞丰光电6天 中国动力6天 累计涨幅较大的有金顿股份 凯瑞德 印记传媒 分别上涨60.97% 46.82% 43.29% 光电电器连续上涨期间 股价重新占上所以均线 累计上涨4.93% 公司是以高低压成套设备及元器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是国内知名的电器设备供应商 从行业来看 23只个股来自14个行业 其中数量最多的伪电器设备 共有五指个股上榜 建筑装饰 机械设备 国防军工 房地产 传媒 均有两只个股上榜 从中期业纪来看 有18股中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占比超8成 其中金顿股份 京盛基电增幅超100% 在四只净利润下滑的个股中 有三只同比降幅超过100% ST天业上半年净利润亏损6.39亿元 同比下降1060.97% 连涨期间股价涨于一成 值得一提的是 这23只个股中 不乏有一些极差问题股 如金顿股份 印记传媒 凯瑞德 ST天业等 金顿股份从诉讼缠身 存在巨额涉案金额的公司 摇身已变成众人追捧的牛股 9月7日金顿股份再度涨停 该股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 印记传媒则是因为变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董事会成员变动大 17印记预乐 CP001对付本息 存在不确定性等原因 被新世纪下调评级 该股连续5日上涨 累计涨幅超4成 凯瑞德董事长张裴峰 兼市会主席饶大成 此前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随后股价大跌 近5个交易日股价连续大涨 累计涨幅近50% 分析人士认为 在最近市场震荡的时候 有一些资金去炒低价股 甚至炒一些可能退市的计刹股 仍然有大量的资金去炒作 甚至短短两周之内股价翻番 这些低价股之所以成为低价股 很多都是由于业绩大幅下滑 甚至有退市风险造成的 一旦出现退市 投资者的资金将血本无归 龙虎坊追踪资金最青睐 这些个股最新数据显示 龙虎坊中机构及营业部席位资金净卖出5.8亿元 其中净买入的个股有12指 净卖出的个股有17指 净买入前三名个股 分别是保利国际 天成自控 汇博普 净买入金额 占当日成交额比例达29.57% 29.05% 7.35% 从盘口资金流向来看 主力资金净流入超 千万血龙虎坊净买入个股共有12指 其中西龙科学 保利国际 华文传媒等个股资金净流入金额最大 净流入力度最大的个股有天成自控 保利国际 广东干化 净流入力度分别为35.18% 32.68% 25.24% 27股均线近日成多头排列 27指个股5日 10日 20日 60日 4条均线近日成多头排列 其中光大银行 行发动力 大唐发电虎价于60日均线的关利率最小 分别为4.58% 5.07% 5.7% 5.7% 60日 4条近日形成多头排列的个股当中 8-2018年三季度业绩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五成 全职科技 节瑞股份 长保股份等个股业绩增幅最大 分别为2275.49% 625% 292% 星园环境涨停短期均线 现金差最新数据显示 两市有109只A股的5日均线主动上穿10日均线 其中星园环境 华裔加信 金泉华等个股的5日均线较10日均线距离最大 分别达2.38% 1.73% 1.32% 值得注意的是 星园环境 惠博普 当代东方等个股主力资金净流入居前 分别达到0.54亿元 0.41亿元 0.31亿元 西龙科学等股出现阳吞音形态 截至9月7日收盘 两市共有27只个股日K线出现阳吞音形态 当天涨幅最大的是康盛股份 新日恒利 瑞康股份 涨幅分别为10.1% 10.07% 10% 值得注意的是 西龙科学 星园环境 新日恒利等个股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 分别达到7,913.44万元 5,399.26万元 4,310.58万元 37只个股放量滞涨最新数据显示 两市共有37只A股放量滞涨 其中博麦科 浩百控股 海联金会等个股 五日量比最大 分别达8.25 3.69 3.61 值得注意的是 37只放量滞涨股中 陈安科技 超华科技 华利创通 中电新发 希望食品等个股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